大直國小六年級小朋友陳千宇 杜毅德從中山區民俗委員會會長及委員首中 接下獎狀與獎金 兩位同學也在台上分享 他們如何在生活中以行動體現孝順精神 像是讓父母放心以及陪長輩聊天散步 校方也透過在招會中表揚 讓他們的孝行精神成為學校小朋友的學習表率 如果要說我如何孝順父母的話 我會覺得有一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沒有做到像24校那樣的孝行 不過主任有提醒我 所謂的孝順不是讓父母開心 而是讓他們放心 所以在這裡我想我有三點可以跟大家分享 第一點是我去哪裡都會報備 像是去公園 去學校或是去朋友家玩 第二點是媽媽跟我約定好 絕對不能出口成髒 髒話的髒 第三點是從中半開始媽媽就教導我 身體法服 受制父母 不甘回傷 所以我們不應該傷害自己也不應該傷害他人 就是我每天做的事我都會跟媽媽分享 然後她就會看我做得好不好 或是說有沒有可以改善的 我們每次回南投然後就是探望阿祖 然後我都會跟他們聊天 陪他們去散步 然後跟他們談一些生活上面的點點滴滴 然後也會被他們出復健 然後推輪椅 然後還有每次我爸爸出差的時候呢 我會負責照顧弟弟 還有幫媽媽買晚餐 然後幫媽媽按摩 讓媽媽不要那麼擔心 還有我會主動完成自己的課業 我也不讓媽媽擔心我在學校的表現 我覺得就是對家人的支持和回報 媽媽平常就是會一直照顧我們 然後幫我們處理一些事情 他們很忙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給他們一些回報 我想其實孝順這件事情擺散孝為先是最重要的 但是它最重要的一點還是要在生活中去做實踐 所以平時我們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 大概會透過老師的提點 小朋友之間相互的提醒 但是我們時時刻刻都會去提醒孩子 其實學會這個知識是要應用在他的生活中 所以我們大概會提醒他們 很簡單 每天早上起來一定要跟爸媽到早安 然後呢自己把自己的事情處理好 接著呢出門遠行一定要跟父母報告 最後回到家也要請安 然後呢隨時能夠幫助在家裡做一點點小的家事 然後從很小的時候比如說低年級 指導他們擦桌椅掃掃地到中高年級能夠分丟解牢 那我想其實孝順這件事情其實就是中國一個非常傳統的好的德性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知識的引導或者提點 然後最後孩子能夠真正的在他的生活中去做實踐 擺善校為先中山區民俗委員會從112年4月起辦理校型砍模表揚甄選 以中山區11所國小五六年級學生為舉薦對象 希望發覺感動人心的校型事蹟 讓校道精神落實在生活當中 首先我要感謝我們所有中山區民俗委員會的委員 大家都一致認同支持我們辦這個校型砍模這個頒獎 因為我們這個中山區民俗會 就是在推動我們所有這個民俗活動 所以說我們這個才頒發這個校型砍模 希望說在深耕我們這個中山區洗手國小 能夠從這個國小基礎這樣子一個讓他們深耕 讓他們知道說這個孝順的這個重要 因為這個能夠這個同學他如果可以孝順 那對我們整個家庭整個社會都會覺得非常的溫暖 那爸爸媽媽也可以說非常的這樣子一個 這個覺得說非常的放心這樣子 中山區民俗委員會會長黃毅朗表示 希望透過活動勉勵大家從日常生活做起展現慈效行動 培養孝順美德讓校型觀念從小扎根 記者林錡會台北報導 不用 τα 보러 ね 我 我 感謝 胡 8